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家一房如何 我想这里面就值得思考 在家一房家在哪里 通常如果这种情形 如果你看到它的图图面的规划 可能那个一房会有曲线给你点点点 点在哪里呢 比如点在我客厅的一角 因为外面可能是阳台 所以我占用阳台的一部分 然后又占用客厅的一部分 就要把它画出来 就是所谓的那一房 另外还有占用在哪里呢 占用在那个餐厅的部分也有 就是我现在给你点点点 你需要 我给你隔间不需要 就没有了 所以给你一个想象的空间 只有你当你觉得说 哎呀 这样空间太局促 太狭隘 那算了算了算了暂时不可 那其实也会到两房了 所以这二加一房 这个就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空间的规划可能比较零碎 再来呢 我们看到说 最近有些广告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 尤其是这个地震以后的问题 你看28公分的制阴工程 这很重要 你们看到很多人以前在买卖的时候 常常出现一些旧婚 那我这个房子怎么好像隔间墙蛮薄的 那会听到隔壁墙的声音 最重要是包括浴室 之前应该看到中国 看到说 浴室 因为也许上下楼层有漏水的关系 大家数得不是很好 所以就变成说多少有一点误解 或者是口角之类的 那就不可做了 但是这个当时隔音做的不是很好 所以上下楼层 你只要在洗澡的时间 那个水流的声音都还听得到 甚至你讲话的声音还听得到 就这样子 那后来有人吵架以后 就不停说 那又有漏水的人就问了 所以就在上面 沐方那个佛经 一天好几个小时跟你批着工程 所以这个隔音的部分 制音的工程很重要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十年的防水的保护 我们讲的结构十五年 防水保护十年 我觉得是很重要 好的公司 好的施工品质才有可能的 再来 设备保护 我们通常设备包括说 建载设备通常是五年 七年 我觉得七年是很好 那七年我们要注意说 如果他有送你 冷气的时候是不是保护七年 这十的思考 两年的物业的服务 这物业的服务是不是不收费 是不是两年你不必缴管理费 这我们讲清楚了 我想说有可能 因为第一个他可能余屋还没有完全卖完 他需要管理维护能够维持相当的水准 那另一个是说 他真的是要回馈服务 我们的住户 他给你两年的物业服务 我觉得说免费 这是合理的 再来 你要看到 目前讲这个三房 结构工程零户款 就是刚刚在上级我们特别提到 结构 就是到结构底完成 几乎是工程施工也差不多45%左右 因为你后面还要有些装修等等 那这样子 这个之前零付款 但之后还是要付 我想这个要弄清楚 那最近我们看到也是报纸广告 议论最多的地方 就是讲这个 就是说西门町有一个工地 大概是在那个好景饭店 隔壁那个地方 他之前卖的不是很好 所以把价格提高到一百万 打个七折 卖的不是很好 那后面就觉得说 那我促销促销 好像也不理想 最近的广告 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广告都出现说 一瓶大概五十一万 好了 那这变成说 西门町之前很多人希望卖到一百万 但是大部分都七八十万 但是最近的广告是有五十一万 到底为什么 他还是水岸的第一排 那水岸第一排来讲 是不是有规划上面的一些缺点 我想我们必须要去注意 再来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 最近在新庄 这个新庄这个产业园区那一站 捷运 然后有土地拿出来卖 就是瘦 瘦土地 这个字比较小 他有一千多笔 两千多笔 是一种公用地 第一个是建造申请好了 我来卖土地 包括容积一准 我全部都卖给你的 如果说景气很好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留着 我过一两年以后我自己来盖 那也许是他有贷款的压力 也许是认为说市场的景气不是很好 也许是有股东 股东大家看法不一致 那我们就把它卖就好了 那意思是说 如果是未来的景气看好 大概不会把土地拿出来卖 尤其是建造申请都已经准备要盖了 为什么拿出来卖 我们是提供大家这样一个思考的模式 这就表示说景气其实没有很好 再来 刚刚讲西梅町那个个案 其实就是个案 那这个案其实盖得很漂亮 我去看过 但是中间就是因为那一部是都市更新 没有处理得很好 所以才会有那个红色框框那一部分 没有夹进来 结果造成今天这个卖不掉的情况 我觉得很可惜 像这个来讲是地形 比如你看那个闪差路口 或者是写的地形 常常出现这种房子 这种房子可能是耐震的有点问题 格局一定是有问题 那我们请大家来注意一下 这些的房子可能是规划设计部 不够完整的时候造成的一些问题 那这是因为原来地主 跟大家可能不愿意合作 才会变成狭窗型的 那这种狭窗型的房子 走着浪位一定很多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是不是很好的空间设计 那像这我讲的是三叉路口 在信中偶尔也拍到的板桥也有 就说这个马路三叉路口的时候 变成这个地方中间那个地方 这就比较麻烦一点 规划出来就是有一些这个畸形的部分 我想这次值得去思考 这次在和平公路跟罗斯福夫的下叉口 一样是一个巷道 但是中间就是类似 看起来很像大马路 但是变成一个三叉路 就造成这栋建筑物它盖起来 高高瘦瘦的 然后是下长的 而且两栋都这样子 这以后透过都市更新看看能不能改变 好 再来因为地震 我们特别把这张图再拿出来 你要买房子的时候 到对边 对面的街上去看一看 所以这一栋有没有什么缺点 如果地震两栋靠在一起 上面靠在一起 这个就要注意到 到底里面也没人搬走了 因为是不是围楼等等 好 我想这个都市更新有很多的问题 之后我们再来跟各位报告 但以上所讲的 大概是从广告的角度来看市场 来看我们买房子 应该注意哪一些相关细节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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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